剛剛我剛剛看了還其實還滿多人知道 還滿開心的 因為其實他真的太就是剛開始 就是這一大概三年左右吧才剛開始的 所以剛剛有一半的人知道 讓我覺得滿驚訝的 對 然後再次非常感謝 今天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因為時間很短 所以我只會跟大家講一些比較基礎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先聽聽看 然後感受一下我們在做的事情 好 那在講試圈 就好像幾乎之前人會想先講一下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真正想要推廣給大家 然後想要分享的一個理念 其實叫做圖像語言 剛剛我其實聽到很多人對語言很感興趣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些口語的 就是語言系方面 我覺得滿棒的 其實為什麼會想要講圖像語言呢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從你很小的時候 其實從你剛出生的時候 圖像其實一直都是充斥在你身邊的 就像空氣一樣 但是他因為太無形了 怎麼說呢 大家可能對圖像的定義 就會定義在一張紙上面 然後有一個畫對不對 但其實圖像並不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廣一點 我們大家現在先來想像一下 今天你來到這個場地 你等一下 你應該是來一次之後 你就會記得這個場地的長相 對不對 應該吧對吧 除非就是你可能記不得怎麼來 但是你一定記得這個環境 它是長 前面是這樣 然後多長 然後後面廁所 然後哪邊是什麼 但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來到這個場地 他這邊是貼了一張紙 然後上面寫著投影機 然後那邊桌上 那個放桌子的地方 他貼了一張紙寫著桌子 然後那邊寫著廁所 如果他都是文字的時候 你其實你進來 到底離開 你之後回想的時候 你只會記得你進到一個空空的房間 然後那個房間長得什麼樣 你不知道 那些文字你其實早就忘記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當你在回想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個圖像 圖像它其實是一個畫面 大家要把那個 它的那個定義可以再放廣一點 我再用另外一個比較具象一點的想 形容去形容它 當你走在路上的時候 然後你可能只是沒有什麼思考太多 你這樣走過去 當你下一次要找郵局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 你的腦袋就開始了 你腦袋就開始出現 啊我記得上周經過哪邊 所有綠綠的招牌 所以你就知道我在哪裡可以找到郵局 它其實圖像這個東西 它是每天都在你的腦袋裡面 不停的不停的產生 不停的出現 那當你記得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知道說是圖像影響你 因為它太無形了 所以你不知道 對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想要講圖像語言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在跟人溝通的時候 或是我們去一個新的環境 或是我想要學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先去認識它的語言 你一定會想要 你要去美國 你會先練英文 你想要去西班牙 你會練西班牙文 那圖像其實是一個全世界都通用的語言 所以當你要去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圖像反而是最直接 而且它是學的最快的一種方式 所以下次出去旅遊 我發現很多人很愛旅遊 當你不知道要講什麼 或其實你用話 你會發現你非常快找到你的答案 那這是第一個 我們想要宣傳的是圖像語言 那第二個呢是視覺圖意 為什麼要講圖意呢 現在是一個資訊大爆炸的時代 對不對 這句話大家應該已經聽過很多次了 那以前十九世紀的人 他只要念十九世紀的書就好 我們現在要念幾十幾 我們現在要念兩千多年的知識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人的資訊 是比過去的人還要多很多的 所以當你現在加上我們的網路 又很蓬勃的時候 你每天有那麼多訊息進到你的腦袋 你要怎麼樣去轉化 你要怎麼樣去吸收 所以我們的角色呢 其實有一個翻譯的角色 那我們翻譯並不是用一個語言 並不是用一個口述 我們是用圖像的方式 去幫大家翻譯那些資訊 所以大家會比較能夠快速了解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在幫大家做圖意這件事情 口意 但是我們是圖意 而且我們是很快速直接的 而且是當下的 那我後面就是會用一些圖 我們之前的照片 然後跟作品跟大家分享 這樣大家會比較快清楚 所以大家可以記得兩件事情 一個是圖像語言 第二個就是視覺圖意 那我們要把這個抽象的概念 傳遞給大家的方式 就是視覺圖像記錄 因為它是可以直接讓大家感受到 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它其實只是一個表象 但是我們真的想要宣傳 是前面那兩件事情 那圖像記錄 它只是一個我們傳遞給大家 讓大家看見的一個方式 那到底什麼是視覺圖像記錄呢 大家應該有一些人已經知道了 那講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會在活動或是演講 或者是課程的旁邊 我們會看到有一群人在旁邊 然後會有很大塊的紙 或者是很大塊的紙板 我們在當下把講者 或者是會議中進行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們用圖像吃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 大家可以想像得出來嗎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剛剛大家劈啪在上面狂講的時候 那些你講的東西 我們已經在同時間都把它記錄下來了 那我們記錄的過程中 其實可能大家會想說 那怎麼可以就是那麼快速 就是真的就是我們知道那麼快速 就是它講什麼就要馬上做統整 所以我們其實困難的點是在說 我東西進來 講著講的東西進來以後 我要在腦袋裡面做整理嘛 然後做完整理之後 我要馬上把它轉成圖像 我要在腦袋想像 我要用什麼樣的圖像去呈現它是最好的 然後想完了以後呢 我要再把它畫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是腦、耳跟手是分開的 因為我們耳朵還要繼續聽嘛 我們不可能就是突然停下來說 我現在畫這個圖 我就一直在畫一直在畫 然後我都沒有去繼續聽 那你後面東西都會漏失掉 所以如果有人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話 其實要思考到說 你對這樣子的壓力下 你可不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很多人對我們只是在畫畫而已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不是在畫畫 我們是在做一個轉換的轉換的專業 一個工作 對 然後後面會有更多的作品給大家看 那這張其實就是剛剛 欸 欸 剛剛這一張的後來的作品 那其實那天講者有將近二十幾位 然後我們全部就是把它擠在這張畫面裡面 有一點太豐富了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它的呈現效果 其實還滿多種類型的 它的 它其實跟藝術會有一點點相關 它有一點創造力 它有一點想像力 所以你可以依照每一次不一樣的講者 不一樣的演講風格 你會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像這一次可能就是黑白、黑白、黑白這樣去交接 然後我們最後又把所有的每一張畫 都拼成一整張 然後最後用全部 大家可以看一下剛剛這個 就後來就微成一座牆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是只是在做紀錄 而是一種氣氛的營造 一種視覺的效果 一種氣化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不要幫我們定義 在紀錄這件事 好 然後其實是員長紀錄 它最很希望做到的事情 是讓一場活動、一場演講 它的價值可以提高到最高 怎麼說呢 通常我們參加一個會議或是一個演講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是來了然後聽 聽完了就走嘛 通常都是這樣子的流程 那其實就很可惜就是我們怎麼 我們怎麼就是大家會聚在一起 一定就是有一樣的想法 一樣的可能目標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就這樣大家可能都回去了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分三段 第一段的時候當聽眾進來的時候 他會在四周圍見到一等 看到這個 嘿 這個 就是會有一些小小簡單的小立體裝置 那這些立體裝置上面可能是一些講者的介紹 也可能是一句一段話或是一個問句 那聽眾進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開始營造自己跟這個場域的結合 然後他可以自己去看到那個上面寫的文句 可能是為什麼他會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講者是等一下要講的 講者他是誰 他在做什麼 所以當演講開始的時候 他進去到那個場域 講者會開始講 他就會發現這個答案 剛剛那個題目他給我答案 為什麼他的答案跟我不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一直讓講者跟這場活動 一直不停的有自己的內容 就是自己的思考 自己跟這個活動的連結 那整個演講者他在講的過程 我們也會在後面把他講的東西 全部記錄下來 那等到結束以後 我們會把所有東西擺到外面 那擺我們也不是隨便擺 就像剛剛說的 我們是一個現場氛圍的營造 所以像這一場的話 我們是擺成兩個半圓形 所以當觀眾 對 觀眾出來以後 他會繞著那個圓形 進去到場域的中間 那個記錄的中間 所以他就可以開始看說 哪一些是剛剛發生的事情 大家應該有經驗 就是你從早上聽到下午的演講 你應該早上去講什麼 你應該已經忘記了 對不對 甚至你很記得比較好 就是記一個禮拜 對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大家可以 長時間記憶講這講的東西 那通常像我們要最後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後來會給大家一個小小便條貼 如果我過半場就是願意的話 我們會給就是所有的人一個小小便條貼 所以大家就可以拿那個便條貼 就是去貼你特別有印象 然後特別喜歡的地方 所以當你在貼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是產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你就欸 你為什麼會貼這邊 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他讓大家有機會去交流 那對於辦活動 對來講的人的感受 他是他可以知道 欸 哪一些貼的最多 大家喜歡哪邊 或哪一些可以做得更好 那對於辦活動的人來講 他可以很好地去宣傳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滿漂亮的 你應該看到你都會想拍 你都會想要上傳 這個總比你拍 就是講者講的照片 還要來得好對吧 所以他對辦活動的人來講 他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效果 那他的後續他可以再作動的話 他可以再配上聲音 他在網路上面有 可以有更多的宣傳的 其他的方式 所以他是三營的效果 來的人 講的人 跟辦活動的人 好 就是很快就要大家看一些 這些作品 對 所以其實 Sorry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視覺床紀錄他是怎麼樣在有行的 那他其實在國外已經二十幾年的歷史 但是近幾年才開始在亞洲開始生發 那我們希望就是未來還可以跟被多的人去使用 被更多的人去看見 然後最後我想要分享一個小小故事 就是因為今天講那個 大家有跟我知道就是標題裡面有一個講創業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欸 25 歲 24 歲 怎麼樣可以就是突然這樣創業 然後還可以一直這樣走下來 然後你是怎麼樣成功的 其實我那時候想說 欸 我怎麼會成功了呢 就自己欺騙了 我成功了嗎 自己都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成功這件事情 就是台灣其實有一位男生跟我一樣 他很喜歡畫畫 然後他從小就是宅 然後就是動漫很喜歡 這邊副道也沒有 但是我很標準 其實我也很宅 然後 但他工作也不好 然後學校老師也沒有很寫 也沒有很看好他 然後他找工作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後來還好是他的家裡面有一點錢 可以把他送出國 他現在在迪士尼當動畫的總監 也就是電影的導演的位置 是很高的位置 而且就是迪士尼 對動畫人來講那是最高的 很高的榮耀 對吧 所以你如果把他放在台灣 他或許是失敗的 但他現在在美國他確實很成功的 所以不要輕易去定義你的成功或是失敗 因為你的成功是不能是讓別人來講 或是有一個成績去定義的 所以這邊就是送給每一位年輕人 就是你的成功 你自己說 謝謝大家